陳世伯彈 拉出場弄弄所有 人的眼光 呸手同名所有 的人瞎想 一開口就融化 讓所有 耳朵瘋狂 才看见怎么无法停着想想 闭上眼 拼着呼吸却更紧张 有多想获得你专属的青睐 说爱我 爱我去你的未来 Sleep sexy lumber don't know why 有你在平淡都是浪漫 感觉整个世界充满爱 你好我无所不在 Sweet sexy lover wonder why 有你在生活多些色彩 幸福原来这么简单 也就是说如果昨天婚礼上是我的话 你一会认下我一个人就走了是吗 这个假设太不合理了 是挺不合理的 你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结婚 什么烂假设 李妃 感情的事情 外人没有办法插手 你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我跟你 我们可以再好好聊聊吗 我已经跟天天买签约了 等他们公司该好张 合约就剩效了 你不再考虑一下吗 反正你也已经决定要走 不会因为我留下来了 不是吗 临妃 好了 别说这个了 再说下去 我都觉得自己无理取闹了 其实呢 跟你说的一样 说不定你去国外 我在国内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 对吧 要不要考虑搬过来啊 搬过来 为什么 就 你是我女朋友 住我这边是理所当然的 反正只要你愿意的话 你随时可以跟你爸搬过来 这样也可以省一笔房租的钱 不是吗 顺便可以帮你看房子对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好不好 我开玩笑的 你的心意呢 我领了 但是我不想跟你走 就是因为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 所以呢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 真的 林叔 你们不是说会好好处理的吗 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 我只是想问清楚 你们说了会好好善后 为什么还会弄到今天这种局面 你们真的有按照订单回收商品吗 真的有跟消费者道歉吗 淑妃啊 事情是这样的 老肖说啊 那些消费者太难缠了 说我也没有经验 也不知道怎么去应对 所以我只会越帮越忙 他就叫我不要插手 他会妥善处理好的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去处理了 估计是没有 这个萧总真的是太不靠谱了 一天到晚光想着 旁门左道赚大钱 一点诚信都没有 林叔 我觉得这样的朋友 你还是离他远一点 他就是太想赚钱了 以他这个做生意的手法 我也在考虑跟他拆火 菲菲马上就要到新公司上班了 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会不会对他有影响 这 剧展的事情 应该不会跟林飞扯上关系吧 你别忘了 菲菲是好亮节的代言人 那我 不会害了林飞吧 林叔 现在担心这些也没有用 我待会儿去支监局一趟 你那边一旦有什么消息 就立马告诉我 好 行了 林叔 你也别太担心了 我先走了 那麻烦你了 喂 喂 请问是李小彤的阿姨吗 我是 请问你是 我是小彤的朋友 她现在在医院里 喂 小彤又发病了 现在情况怎么样 她的情况不太好 癌细胞已经扩散了 医生说不适合开刀 所以她决定回美国 回来干什么 我早就劝她不要去的 可她偏不听 把我的话当耳边风 现在好了 医生都没办法了 我能怎么办呢 可是阿姨 你是小彤唯一的亲人 可是 我也有自己的家人 我这里 小彤在这儿 举目无亲 无依无靠 所以 我也只能替她联络您了 我这里实在走不开 没办法去接她 要不这样吧 麻烦你买张机票 让她自己回来吧 你们怎么聊了那么久啊 阿姨她有没有不高兴 没有 她说她有事抽不开身 没法来接你 别担心 我会送你回美国的 你送我 你的病不能再拖了 机票我会尽快订好的 把你安顿好了 我再回来 安婷 对不起 这段时间给你带了那么多麻烦 你怎么回事 休息吧 我公司还有些事要处理 蓝天 你和淑妃的婚礼怎么办 她会体谅的 我开门 你怎么回事 那我一个人谁 你只不过 你怎么回事 然后你十分不散 你得以为吧 你是不是 我吵得以為 你 tempo 你还活着 你生日的 手工 你赶紧 你带着 我后来 他带着 这些洗衣粉 客户说穿用这个洗过的衣服 身上会过敏 你一会儿看见舒飞 跟她说我找她 叫她联系我 赵霞 赵霞 怎么了 不知道 好像是找不到舒飞了吧 找不到舒飞了 不会吧 他们是不是在冷战哪 你说舒飞这商品出问题 难道怎么会不知道呢 对啊 这也太奇怪了 这下兰岛和舒飞 应该是要吹了吧 早该如此了 谢了 你婚礼没办成 还要去美国这么久 舒飞怎么说呀 我还没告诉她 我哪跟她说 我们叫董事长 要是像你这样先斩后奏的话 我一定整死她 很多事我也是出于无奈 李晓彤的病情不乐观 她想回美国 所以我要赶在她病情恶化之前 把她送回去 都说缘分到了 该来的都会来 该散的也都会散 于切然走了 林妃走了 林妃走了 现在你也要走了 总觉得家有购物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 岳父啊 不要多愁善感好吗 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你还会回来吗 当然啊 我给你签的是嫁单 又不是辞呈 希望如此吧 但我总觉得到了美国那边 说不定会有什么变数 能有什么变化呀 顶多你肚子比现在大而已 不说了 走了 谢谢 谢谢 他们该怎么办呀 妈 你们怎么来了 我问你 你到底想怎么样 天天 妈妈担心得一个晚上都睡不着 你需要好好地一场婚礼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妈妈 拜托你别哭了好吗 来 坐 天天 那个李小彤到底怎么样了 她是不是病得很严重啊 你就不该再跟她联络 你看看病成这样 无依无靠的 现在怎么办呢 小彤有个阿姨 在美国生活 我已经答应她 送小彤回去 什么 你要送小彤去美国 等等 那淑菲怎么办 你跟她爸爸妈妈怎么交代啊 我这不是已经在想办法解决了吗 如果不把小彤安顿好 我 你想怎么样 你到底想怎么样 妈妈 你跟李小彤到底什么关系啊 天天 你说 你怎么跟人家 淑菲爸爸妈妈交代啊 那你们说我该怎么办 要我对个病人不管不顾吗 你 这到底怎么回事吗 她既然都已经走了 干吗还要回来呢 她生个病是挺可怜的 但是 怎么回来把我们家弄得乱七八糟的 我觉得我们天天跟淑菲这婚事 八成泡汤了 不行 你不能去美国 天天 你知道吗 你这一走 你跟淑菲可就结束了 就是 外婆 晓菲的情况 淑菲都知道 她一定能够理解我的 她理解你 人家淑菲爸爸妈妈理解你吗 好了 好了 我的天天 天天 你要不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没有别的办法 天天 你说这孩子 这孩子 妈 这怎么办呢 好了 妈 妈 你别着急 你别着急 阿姨啊 再急出什么事来 坐下休息会儿 你回来了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啊 好来杰出货的商品出了问题 看来他们送简和出货的商品 品质有出入 那怎么办啊 这 如果顾客提告我们的话 会很麻烦的 对了 蓝岛找你 你知道吗 我手机没电了 我今天在制检局忙了一天 都没来得及充电 你和蓝岛没事吧 你和蓝岛没事吧 没什么 只是把婚期往后延了一段日子 你先忙吧 找到你们家 找了你一天 都联络不上你 小偷有点状况 我先去医院 晚点回家 我们谈谈好吗 好 白皙 是 喂 菲菲 你怎么回事啊 手机一天都没有开 没什么事 你呢 有事吗 我们在酒吧 等你过来 那好吧 来 大家听我说 听我说啊 这杯我们祝齐然一路顺风 事业成功 来 干了啊 谢谢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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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我们中间 第一个出国发展的人 竟然是你 我跟你说 如果我没有被绑住的话 我肯定也会被 哪个大企业挖走的 都怪你啊 麻烦死了 别乱说话 四个月了 儿子能听见的 四个月耳朵就长出来了 长了呀 当然长了 我不在的时候 你们要好好照顾我的林飞啊 这个你放心 交给我了 回头有什么好的高富帅 我第一时间介绍给你啊 别带我儿子啊 对了 林飞 你既然已经离开家有购物了 干吗不和齐然一起出国呢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不是她留下来 谁说女人一定要追随男人的脚步啊 什么逻辑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几个意思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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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讨论这个了 今天不是帮我践行吗 开开开心心地喝酒 来 干杯 来来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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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飞 蓝天呢 又去当陪护了 又去当陪护了 小彤最近身体不太好 癌细胞已经转移了 目前还不能做手术 不能做手术 那是不是要放弃了呀 初飞啊 不要想太多了 蓝天对晓彤只是朋友的关心而已 那都是你们男人的借口好吗 你不要在这儿添乱了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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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他那点小心思 我看得太清楚了 对 李小彤的确很可怜 可是蓝天也不是救世主啊 能帮得了他一辈子吗 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了 他这次去美国呀 什么时候能回来都是个问题 颖婉姐 你刚才说 蓝天要去美国了 对啊 他刚跟我起了长假 要带李小彤去美国看病 他没跟你说吗 你们都不知道 今天主角是齐然啊 来来来 我们喝酒喝酒喝酒 不了别的啊 快快快 快点 对不起 让一下让一下啊 快点 先生 先生你不用来 谢谢 好 快点通知下交室 准备好 喂 淑妇 淑妇 你要和李小彤去美国 而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是吗 淑妇 你听我解释可以吗 我去公司找你 可是你不在 我就回家等你 想跟你谈谈这件事的 我去公司 结果医院来电话了 你说你要跟我谈 但你是决定了 请假了 才打算告诉我的是吗 淑妃 你冷静一下 我才不要冷静呢 我就是因为太冷静了 所以你才会这么欺负我 我什么时候欺负你了 我只问你一句 我只问你一句 你是不是非走不可 淑妃 我问你是不是非走不可 淑妃 你这个样子 我们没法好好谈呢 我们玩完了 一阵灯 两颗蕾 孤独潮满的细分 等熄灭 与黑暗困在血液底 这感觉 多难受 自己对着自己说 没人懂 雨泪留下的寂寞 你笑着说 你笑着说 我累在流 从今后 什么都不再拥有 于是你偷懒 于是你不会偷懒 于是该怎么办呢 于是就删自尽了 于是我想清楚了 也许爱就倒车了 淑妃 不管多么舍不得 我会遇到藏住的 于是我忘了 于是我想你了 于是该怎么办呢 你所包含的计划也关心 这就删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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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让你不牵挂了 从今后剩我一个 剩我一个 来 不知道你要来啊 你看这家里也没什么准备 没事 赵叔 我想在出国前来看看你 出国 去哪儿 去英国 去英国工作 那边有不错的机会 想要出去闯闯吗 你一个人去吗 那林妃呢 你不带林妃一起去吗 出门在外 两个人比较好 万一有什么事 相互还有个照应 你说是吧 是啊 但是他有他的工作要忙吗 我一个人生活没问题的 赵叔 别担心了 是啊 一个人生活也没什么问题 自由 没什么后顾之忧 但是啊 人生有很多事情 错过了就不可能冲来 如果一次选择错了 就会成为永远的遗憾 就算你不爱听 赵叔还是要告诉你一下 当年我和你妈妈的事情 如果让我现在再选择一次的话 我还是会和当事做一样的选择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错过了 就会后悔一辈子 既然啊 赵叔对不起你 但是不能否认 我和他后面的日子 过得还是非常的幸福 虽然我现在又是一个人了 但是我很满足 因为我跟他在一起 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这些 能伴随我度过后面的日子 我很庆幸 他没有成为我一辈子的遗憾 孩子 赵叔看得出来 你很爱林飞 林飞 林飞确实是个好姑娘 你妈妈也一直非常喜欢她 如果你们俩的感情 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千万不要因为我们上一辈人的遗憾和过错 成为你的负担 我相信不光是我 还有你爸爸和你妈妈 他们都希望你的感情 有一个好的归宿 我们是质量技术监督局的 你们公司的负责人肖同德在吗 他 不在 那你们现在这里谁负责 我是那个剧展公司的副总 林昭 你们公司的商品好量解洗衣粉 被查出有危害人体的不明添加物 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 你是林飞吗 我是 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们是质监局的 你是好量解洗衣粉的代言人 麻烦你 跟我们去质监局走一趟 协助调查 好 谢谢 不客气 林叔 齐然 怎么了 那个 质监局的人来公司查货商品 林飞也被带去调查了 好好好 你先别急 先别慌 我来处理好了 去质监局 怎么还不来啊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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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来了 快快快 首先 仅代表加油购物全体工作人员 就这次的风波 诚挚得向社会大众致歉 在这次爆发的好量解洗衣粉事件当中 我们公司跟广大的消费者一样 也是受害者 巨展不仅违反 与我们公司签订的合约 而且还用了欺骗的手段 将品质不良的产品 透过我们公司来销售 这起事件所有的法律责任 必须由巨展公司来承担 本公司也将对巨展提告 至于因为这起事件 买到不良商品的消费者 我们将负起责任 赔偿各位受到的损失 全额退款 并且负担起各位的医疗费 吴总裁 你好 你好 这位记者 沈总裁 我们得到消息说 你们公司的主持人 林飞的父亲 也是巨展的合伙人 而且还曾经有过 尸杀人的案底 请问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呢 林飞跟争情案件 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件事情跟林飞 没有直接关系好吗 关于林飞的父亲 曾经过尸杀人这件事情 我们也感到非常惊讶 林飞是公司栽培出来的 我一直都很信任她 但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是我们识人不明 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请允许我代表我们公司 全体工作人员 再一次向社会大众道歉 此次记者会 我也同时要宣布 本公司即日起 将与林飞解除合约关系 谢谢 解除关系 今天的记者会就进行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主才 来来来来来 说两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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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啊 别走啊 乔萱 你去通知法务 不只要对巨展提告 还要涉及林飞的法律责任 是 总裁 这样做会不会太过分了 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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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记者会上说的话 实在是太过分了 是 菲菲的爸爸是坐不牢 但这和她有什么关系呢 你凭什么在媒体面前 那样诋毁她 淑妃 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 再说林飞爸爸的事 是记者提问的 我目前能做的 就是替公司止血 倒是你 你可是好亮节的商开 是不是也和林飞 还有巨展互通一气 我没有 淑妃 淑妃 你快点跟我回办公室去 我还有事情问你的 不要 你今天必须把话 跟我说清楚 对了 方总监 如果巨展的事 不能好好地解决 那淑妃也没有必要 在公司继续待下去了 你 别说了 你还你什么你 你快走吧你 我还没说完呢 为了个于其然 把事情弄成这样 至于吗 总裁 我说殷总监 你可能是搞错了吧 我这么做 正是为了公司着想 你怎么没走啊 你这个样子 让我怎么走 好 淑妃 我们谈谈好吗 我们没什么好谈的 淑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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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别这样 她的行李我已经收拾好了 你可以直接拿走 出门的时候 记得把门带上 淑妃 你听我把话说完好吗 你怎么了 脸色看起来怎么这么难看 我该结的婚没结成 淑妃代言的商品出了问题 你要跟李小彤去美国 我的脸色难看吗 因为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件事能让我顺心的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说 你走吧 淑妃 请你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好 你说 我送李小彤回美国 是别无选择 再不回去就没法治疗了 你知道吗 即便回了美国 她的日子也不多了 是 我替她着想了 她现在很需要你 所以你跟她走吧 这还不行吗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满心欢喜地送你们去机场 然后祈求她快点好起来 然后等她把我的男朋友还给我是吗 蓝天 你太强人所难了 我是傻 但我不是白痴 你也不是没有选择 只是你选择了李小彤 不 那你要我怎么做呢 你告诉我 你要我怎么做 你说啊 从淑妃的视线里消失 妈 爸 你们怎么来了 我说的话你没有听懂吗 从现在开始 你跟淑妃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可以走了 妈妈 我不是你妈妈 不要叫我 阿姨 小彤的事 我真的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她在中国没有亲人 只有一个阿姨在美国 我把她送过去就回来 你爱带着她去哪里去哪里 我管不了 你可以走了 淑妃 你明知道我爱的人是你 相信我一次 水 叔父 送客 好吃 你还是走吧 你走吧 爸 妈 妈 你们怎么来了 我跟你妈在电视上面 看到林妃的消息才来的 淑妃啊 你的婚礼搞得乌烟瘴气的 林妃又出问题了 你们两个女儿 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 我担心得吃不下睡不着 才跟你爸爸商量说 来看看你 一来就听见蓝天说 要带李小彤去美国 你说这时闹的 这 这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淑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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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淑妃啊 没事吧 宝贝 让妈妈看看哪儿不舒服 没事吧 妈 好女儿 没事了啊 好了好了好了 有妈在 谁也不去欺负你 那个讨厌的蓝天 他就是个王八蛋 是我们不要他了 以后妈再也不让他 妈再也不让他欺负你了 爸 您回来了 老肖 他跑了 林初 我现在需要老肖所有公司的资料 包括他跟家有购物 我天天买的合约 还有 我需要洗衣粉的详细配方 跟制作过程 我有认识的律师 我们先把所有的资料整理出来 一起去找他研究 您放心 一定有解决的办法 谢谢 谢谢 我真是 我竟给你们添麻烦 没事的 别这么说 您的事就是我的事 既然 那你去英国工作的事怎么办 任何事情都没有你重要 我知道 我们叫淑妃 确实不算优秀 可她也是我从小 蓬在手心里长大的 我知道 女蛋不中流 好不容易盼到她出嫁了 谁想到 蓝天这么欺负她 好了好了 别哭了啊 别哭了 谁哭了 蓝天是个什么东西 他凭什么让我们家两个女人 为他哭 他就是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他不是个东西 散心而异的 对 他不是个东西 他不是个好东西 他不是好东西 我早就说了嘛 这么着急结婚 肯定没什么好事 怪我 怪我 你看看 她家都是什么人哪 欺负我们家淑妃是吧 就她家的儿子是宝贝啊 我们淑妃 她也是我们的心头肉 我看她这么受委屈 我心里难受 好了好了 你先小声点 淑妃又听到了 她更难受 别哭了啊 别哭了啊 我们翻手了 我们翻手了 别哭了 别哭了 放手啊 真的 别哭了 那个 别哭了 那 我 快 没拍我 ی 我问你 你真的要跟李小彤去美国 我警告你 如果你跟她去了美国 你就不要回来找淑妃 妈妈 阿姨 我跟李小彤之间真的没什么了 她就是个有困难的朋友 朋友 她有困难就非要找你解决吗 她难道在国内就没有亲戚朋友吗 这个时候要人来陪 而且指定是你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 分明是个火坑 她在算计你 你还往里跳 然后扔下我们淑妃不管 我没扔下她 我真的很爱淑妃 非常爱她 你爱淑妃 你要爱淑妃 你就不会这么做 阿姨 请你相信我一次好吗 我保证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和淑妃将会重新举办一次婚礼 请你相信我 我会弥补淑妃的一切 我们不需要你弥补 我就是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家的淑妃啊 是我全家欠你的吗 阿姨 我最后再说一次 如果你跟那个女人走了 就不要跟我们淑妃有任何瓜葛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你还是决定要到美国去吗 她还有什么朋友吗 她的父母亲呢 小彤的父母还早就过世了 她有个阿姨在美国生活 让她的阿姨回来接她去美国呀 我跟她联系过 可她阿姨也不希望她回去 大概这些年照顾她太辛苦了吧 这个李小彤的确够可怜的 蓝天啊 你现在跟她没有关系了对吧 就连她的阿姨也不愿意照顾她 你跟她去了美国后 她没人照顾 你还能回来吗 叔叔 请你相信我 我们相处了这么久 你还不了解我的为人吗 把小彤安顿好之后 我马上就回来 我也是男人 我知道 你跟她这么一走啊 肯定会发生什么事的 就算是没有非一份之想 那多余的责任感跟同情心 也会让你们重新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绝对不会的 请叔叔相信我 这跟相不相信没有关系 用嘴说说容易 可到了实际情况 又是两回事了 你曾经说过 要给我女儿幸福 可我女儿她现在幸福吗 我真不愿意 我真不愿意看到我女儿 伤心流泪的样子 你要是有女儿 你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 果然 李小冬是个好女孩 我还是劝你不要去 这跟相不相信也没有关系 至少我再也不愿意看到 我女儿伤心的样子了 你来了 怎么样 好些了吗 看见你来就好了 机票和签证都办好了吗 那就好 我还以为办签证会很麻烦呢 小彤 蓝天 你知道吗 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常常会想 我们哪天可以一起出国旅游 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那时候我们会怎么相处 我们会不会更珍惜彼此 但是我知道 我现在跟你说这些有点晚了 不过还是谢谢你能陪我坐这最后一次飞机 就当是完成我生前的一个愿望吧 小彤 如果你一个人回美国 你能不能答应我 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实在没办法丢下淑妃 跟她家里人也不好交代 你别哭 我知道 我知道 淑妃在你心中的分量 我也知道我跟你之间 没有爱情了 但是 但是 就算没有爱情 就算是同情 我也希望你能陪我走完最后一场 对 可不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